他逛了几十年的超市从没花过一分钱 调料握在手心下一秒就会消失 因为这是他作为忍者的独家秘书 倒也不是花不起这个钱 单纯就是喜欢这种零元购的感觉 杨子是福布忍者家族的成员 他和他的丈夫老彪 曾经是江湖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虽然现在隐退当起了普通人 但除了他们的小儿子之外 所有人还是保留着原先的本领 这是忍者管理中心派来的信哥 可老彪从来不接 几年前他们福布派和风魔派的忍者 发生了一场大战 老彪的大儿子阿月不幸惨死当场 自那以后 二儿子彪琴每天都会做噩梦 于是老彪便带着全家隐退江湖 他想要让家人做个普通人 但最近忍者管理中心的人又找上了他 一艘游轮上的所有游客都被堵死了 忍者管理中心怀疑 这是风魔派余孽的手笔 便想请老彪出马调查此事 见老彪不愿意 管理者又找到彪琴谈话 彪琴喜欢的女孩 是调查邮轮事件的记者 管理者怕记者从邮轮事件查到忍者身上去 便要求彪琴去跟踪记者 如果彪琴不同意 那他就会把记者给暗中除掉 为了记者的安危 彪琴只能接下这个任务 他开始全天候监视记者 可他不知道 管理者并没救死罢首 第二天管理者又找到杨子 他知道杨子一直不甘心 做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就提出要给杨子一个可以赚钱的任务 杨子的办事效率非常快 他迅速混进新闻社 并着手调查关于邮轮事件的线索 这里有个员工很可疑 他在偷偷和一个叫松普的人联系 两人应该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为了掌握更多消息 杨子一直待到很晚都没回家 结果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跟松普联系的员工被暗杀了 杨子关掉电源想要绕后使阴招 却不料老彪在这个时候给他打来了电话 震动声引来了杀手 可惜杀手直接跳窗逃离了现场 事后他叫来忍者管理中心的人 先让他们清除了现场的所有痕迹 在把被杀的人伪装成自己立坟的样子 杨子忙得不可开交 而表情那边也没闲着 他跟踪记者来到了一间酒吧 记者来这里和他的线人见面 却不知这个酒吧里危机四伏 一个戴着白面具的家伙 一路走一路杀 最后竟直接杀到了记者的线人这里来 记者被吓得花容失色 好在关键时刻 表情出手控制了面具人 表情是个不杀人的忍者 但这也为他埋下很多祸患 新鲜光 未经许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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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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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具人来了一招金蝉脱鞘 他也把面具戴在被他杀死的人脸上 自己则藏起伤处逃之夭夭 表情白忙一晚还因此被记者怀疑上了 虽然他昨晚蒙了面 但记者还是认出了他的眼睛 似乎是想要试探他 记者专程邀请他去调查昨晚的酒吧杀人案 两人来到死去的县人家寻找线索 谁知线人的女友竟在这时赶了回来 他们慌忙躲进衣柜 却不料下一秒屋内又进来了一个人 杀手干掉了线人女友 但他不知道衣柜里躲着两个人 记者和表情把这一幕全部看在眼里 看到杀手手上的伤 表情知道 眼前的杀手就是昨晚在酒吧杀人的那个 此人昨晚才杀了记者的线人 今天又来到线人家里杀害线人的女友 但他这样做的目的 竟然只是为了线人冰箱里的一朵小黄花 表情觉得 杀手背后一定有火极大的势力 线人家里到处都是奇怪的标志 记者调查一番得知 这标志代表的是天元会 天元会是一个拥有三万名成员的宗教协会 领袖阳界被信仰者们当作神一样的存在 线人应该是卧底进入过天元会 并且知晓了天元会的什么秘密 所以才会被杀手给除掉 记者和表情决定 去天元会举办的活动现场一探究竟 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 活动现场的信徒就像疯了一样 这群人木认且听话 仿佛被人操控了灵魂一般 他们全身心地信任天元会的首领杨界 表情看不出来 这杨界有什么过人之处 可他既然能在短时间内 把信徒增加到几万人 必然有他自己的本领 是同样的 我妈妈 优优独播出品 小伙优独播出品 第二天,表情偷了一个信徒的门卡 以此顺利进入了天元会的大楼 在这里,他看见了帮天元会杀人的那个杀手 杀手在天元会的地位似乎很高 每隔几天,他就会来挑选两个幸运儿去见杨介 表情迅速跟踪杀手,并想办法联系上了他 他把记者录下的视频发给杀手 杀手的真实身份是警官 为了事情不败露,他只能答应帮助表情 表情成功得到了和杨介见面的机会 第二天,他和记者戴上红色手链 顺利让杀手认出了他们 杀手 两人被带去杨介面前 两人被带去杨介面前 奇怪的是,杨介竟然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过去 他不仅知道记者的家人死在火灾里 还知道表情的大哥去世了 表情搞不懂他是如何知晓这些事的 然而还不等他想清楚 就看见杨介的手下吴美女递给了他一把刀 下一秒 杀手被五花大绑地带了出来 杨介说 杨介说,杀手沾了很多人的血 既然表情很不下心杀记者 那就杀掉这个杀手 跟表情手起刀落 却只是帮杀手 却只是帮杀手除掉了束缚而已 杨介并不生气 反而把那朵黄花还给了他们 表情让记者迅速离开现场 而他则留下来 看着杨介在搞什么鬼 让他意外的是 杨介居然认识他 而且两人曾经还交过手 几年前 福布派和蜂魔派大战时 表情曾对一个蜂魔派忍者手下留情 那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眼前的杨介 大战之后 杨介成为了蜂魔派领袖 在潜伏六年后 他才带着整个帮派 以天元会的名号卷土重来 杨介放过了彪琴 因为他知道 如今的彪琴已经不再是他的对手 彪琴和他的家人隐退了六年 身手依旧停留在当初的水平 这几年 彪家只有彪琴的妹妹彪子在训练自己 但最近他也遇到了一些搞不定的麻烦 这句话是他们大哥生前最爱说的 但发信息的神秘人是如何知道的呢 彪琴有个费命的爱好 他喜欢偷到博物馆的重要文物 每晚一到十二点 他就会偷偷溜进博物馆 这里就算有多人把手 也挡不住他敏捷的身手 等到警方发现时已经晚了 不过他偷走文物的第三天 总会把文物安全归还 因为他就爱看这些人 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彪琴是福布忍者家族的女儿 小时候大哥经常带他 去博物馆偷东西训练身手 所以大哥死后 彪琴也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 准备去归还文物 一把匕首却突然插在他手边 这匕首是彪琴死去的大哥的 难道 站在上面的神秘人就是他的大哥吗 彪琴惊疑不定 他想要追上去看看 谁知这神秘人竟然顺势 抢走了他要归还的文物 彪琴觉得那人就是他的大哥 所有人都说他大哥死了 但他从没见过大哥的尸体 而且这天之后 他还收到了神秘人发来的信息 神秘人不仅说出了大哥生前最爱说的口头禅 还让彪琴把家里的卷轴拿去跟他交换文物 彪琴问他得到卷轴后会回家吗 神秘人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个会 这下彪琴更加确定他就是自己的大哥 彪琴决定帮他偷出家里最重要的卷轴 可他不会知道一场危机正在朝着他家靠近 最近一艘邮轮上死了几十个游客 他们都是被毒死的 而下毒的黑手正是彪琴的死对头 风魔派忍者 彪琴的二哥彪琴和妈妈杨子 都被忍者管理局叫去调查此事 只有彪琴还被蒙在鼓里 杨子卧底在新闻社查到了一个叫松普的人 他怀疑松普可能和下毒之人有关 便伪装成单身女郎接近松普 松普和普通男人一样 对美女没有抵抗之力 他很快就陷入了爱河 并和杨子开始了浪漫约会 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的彪琴还在家辛苦找卷轴 他翻箱倒柜了一整天 结果柜子里全是杨子从超市偷回来的调料饮料 彪琴不知道那份卷轴藏在哪里 幸好这时他看见了屋顶上的木板 彪琴迅速出发去见神秘人 可他之前频繁偷盗文物 警方那边已经查到了他头上 不管彪琴去哪里都会有人跟踪他 但彪琴可不是一般人 他只需要稍微用些手段 就能让跟踪者把他跟丢 然而跟踪者不止一个 负责文物失窃案的警官 此刻还跟在他身后 他想要亲手抓到彪琴 却不知他即将目睹一场超级刺激的战斗 当彪琴把卷轴交给神秘人时 神秘人也如约取下了脸上的面具 但面具下并不是彪琴大哥的脸 而是蜂魔派领袖杨借的手下吴美女 专程给彪琴下套 为的就是引他出来 夺走他家的卷轴 此时彪琴后悔也晚了 因为他根本不是吴美女的对手 这些人 你怎么做的 妈咪 不疑 不疑 或语言 聚想送 向儿 下车 下车 另一边 记者被一根拐杖推向急速驶来的列车 幸好下一秒有人抓住了他的手 表情及时救下了他 但那个拿着拐杖的老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可记者一点也不害怕 最近他们在调查邮轮毒杀案 却意外查到了蜂魔派忍者身上 记者对此很感兴趣 却不料会因此惹来杀身之祸 这次不只是表情和记者 就连表情的妈妈杨子也被牵扯了进来 杨子查到一个叫松普的人和邮轮案有关 便开始刻意接近松普 可他跟踪松普时手机没有电了 无奈之下只能把大葱丢在路上 给后人指路 收到消息的人担心他有危险 连忙用信格通知他的丈夫老彪 请不吓在广告 这种摩车不专门 在大葱丁中安 大葱丁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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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葱丁连写 大葱丁中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子跟踪松脯来到了一间仓库 但没想到他的女儿标志竟被困在这里 杨子跟风魔派的忍者大战三百回合 可标志实在太弱 没多久就被人打晕在地 杨子只能使出自己的独门秘籍 这条红线用以保护标志 但这群忍者的头子并不肯放过他们 因为这人正是被杨子跟踪了松脯 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松脯恨不得立刻取走杨子的命 他能混到这个地步确实不简单 况且他还带了这么多手下 很快杨子就被打倒在地 松脯一步步走向他 可就在这时 老彪及时赶到现场 拔出了他四十米的大砍刀 他正在他要杀掉松脯时 杨子出手拦下了他的刀 他就是我的独物 你会有很多事情要听到 很多事情要听到 警官趁机逃出去呼叫救援 但来的并不是警局的人 而是忍者管理局的人 他被蒙住脑袋一针放倒 这样杨子他们便可以全身而退了 第二天 警官醒来时发现自己一丝不挂 他的重要部位放着博物馆失窃的文物 领导说其余文物都在他家被找到 现在必须把他带去进行审讯 警官知道自己是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想起昨晚看到的一切 他再也不敢插手文物失窃一事了 他的调查是结束了 但两个忍者帮派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昨晚的动静闹得太大 封魔派首领杨介只能连夜搬离这座城市 他们在野外还有个基地 这次进城的目的除了招收信徒外 还有夺取福布派的重要卷轴 可惜他不会想到 他们费尽心思抢来的卷轴 不过是个假货而已 五岁小孩只看教程就学会了开锁 而且他开的还是世界上最难的鲁班锁 行家来了都得研究一整天 可他只用了两分钟不到就将其破解了 这是家里最隐蔽的地方 小鹿活了这么多年 昨天才知道有这么个密室 他家对他而言就是个巨大的谜团 不仅家里大得像个迷宫 二哥表情也总是神出鬼没 从客厅到餐厅需要走一百步 但不到一秒 他奶奶就能稳稳地坐在餐桌上 奶奶朋友很少 可交流方式却很独特 他和他闺蜜从来不说话 只是通过点头和摇头来沟通 这仿若雅具的情节内容是什么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小鹿对家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尤其是他那刚满18岁的姐姐标志 他经常在晚上一身黑衣出没在房顶 然后一跃而上回到他的房间 当初小鹿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但现在他知道了 家里的密室全是关于忍者的东西 甚至还有福布忍者家族的历代祖先画像 密室内部放着许多武器 然而小鹿还来不及摸一摸 就看到他奶奶走了进来 种种谜团今天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小鹿和他的家人都不是普通人 他们是福布忍者的后代 婊子其实也不是他们真实的姓 实际上他们真正的姓氏是福布 奶奶把真相告诉了小鹿 还让他看了家中珍贵的收藏 这是被福布伴藏打败的第五代风魔小太郎的面具 当初福布家族打败北条一族 并把风魔赶出了小田园 自那以后 风魔忍者一族便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 人们都以为他们不存在了 但其实他们只是换了种身份卷土重来 风魔派忍者一直在招兵买马 他们通过建立天元会来招揽信徒 然后从这些信徒中筛选出最适合做忍者的人选 会被毒药毒死的信徒死就死了 反正总有几个毒不死的能够活下来 风魔派的人手越来越多 福布派的危机自然也越来越大 今天一大早 小鹿全家就聚集在一起商议此事 二哥表情还把他喜欢的记者也带了过来 现在他们家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想要护记者周全 却不料忍者管理中心的人也过来了 他赶紧让记者躲在桌下 因为他们忍者是不能和普通人恋爱结婚的 要是被管理中心的人知道他和记者的事 那记者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还好这个工作人员神经比较大条 他以为是在场的哪个忍者帮他挪的笔 说了声谢谢后就没有再继续声响 记者逃过了一劫 对表情也更加依赖 晚上他独自来到表情房间 并提出想要和表情试一试 这一试就一发不可收拾 可他们不会知道 这一幕全被奶奶窥入眼底 好在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奶奶才没有追究此事 风魔派有个叫松普的忍者被他们抓到了 管理中心略施小技 就让松普说出了风魔派下一步的计划 为了对抗风魔派 家里最小的小路都开始了忍者训练 福布家族团结一心 却不知今天的这片夕阳下 还有另一个人在为着生存而努力 当他终于倒地被送上救护车时 真容也逐渐显露了出来 一通电话扰乱了福布家的邻近生活 上集说他们死去六年的大儿子阿悦回来了 阿悦少了一条腿 身上也全是伤痕 他看起来和野人没什么区别 忍者管理中心不清楚 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细问之后才知道 当年他和风魔派大战时并没有被杀死 他只是受伤掉入了大海 然后被船只的螺旋桨搅塞了一条腿 后来他落到了风魔派手里 并被他们丢去山上种花 那不是一般的花 是可以杀人于无形的小黄花 只要提炼出里面的精华 便可以做出无药可解的毒 阿悦把他记忆里的大山画了出来 忍者管理中心这才相信了他的话 很快他就被放回了家 即使六年未见 大家心中依旧挂念着他 知道他没有死 所有人都等待着与他相聚 阿悦剃掉胡须后 还是原来的模样 这一晚 杨子做了丰盛的晚餐 为他接风 二儿子彪琴也主动来到阿悦面前道歉 六年前 彪琴放过了风魔派的杨介 才会让杨介有机会对阿悦下手 可以说 阿悦变成如今这样 都是彪琴的责任 彪琴不知道该如何忏悔 但阿悦却说 兄弟俩的对话全被老彪听进了耳朵 他表情沉重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第二天 忍者管理中心的人又来了 他们担心 阿悦在风魔派的这几年会叛变 便偷偷在彪家安装了监听器 随后 管理者还派老彪和杨子 去寻找种花的山 风魔派种了六年的毒花 一定是在憋着什么大招 两人按照阿悦给的地址前进 可路上 杨子却在担心 阿悦会出卖他们 如果阿悦被风魔派洗脑 那他们这趟极有可能会有去无回 夫妻俩的心理无比沉重 但还是选择信任阿悦一次 两人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阿悦会出门 幸运的是 阿越真的没有骗他们 他们成功找到了 种植黄花的大山 只是这里的花 早已被采摘走了 杨子凭借记忆 回想来时的路 突然想到 有辆大货车 曾与他们擦肩而过 管理者让手下 去追踪大货车的位置 等查到之后 老彪夫妻就开车追捕对方 而与此同时 阿越也悄悄离开了家门 现在是凌晨两点 家里人全都睡了 只有小妹 标志还在关注她的举动 大家其实都在怀疑阿越 只是不愿意相信自己 可阿越终究还是让他们失望了 她这次出门 是为了见风魔派的杀手 这个杀手已经背叛了风魔派 阿越是奉命来解决她的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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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钟他就能让匕首消失 在出其不意拿足武器准备攻击 吴美女士风魔派首领杨介的手下 但在这个叫阿越的男人面前 他所有的伎俩都是雕虫小技 阿越是福布忍者家族的继承人 要不是在一场大战中失去了一条腿 他也不会落到风魔派手里 刚开始阿越很想死 他无数次逃跑 可还是被杨介抓了回去 杨介带他去看了很多坟墓 这些都是之前被阿越杀死的人 阿越所在的福布家族 效忠于忍者管理局 而管理局听从的是最高位置上那个人的话 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犯罪 只是因为坏了规矩就要被下令除掉 杨介一点点的给阿越洗脑 没多久就让阿越放弃了效忠福布家族 阿越不仅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匕首送给了五美女 还当上了风魔派的一个小头目 她被刺名乌鸦 从此只为风魔派效忠 任何背叛风魔派的人都会被她除掉 即使六年后的她回到了自己家 也还是不准备离开风魔派 小妹标志 虽然目睹了她杀人的过程 但阿越随便找个借口 就能堵住她的嘴 让她不再追问 可阿越万万没想到 她送给五美女的那把匕首 居然会在标志这里 原来五美女利用她的匕首欺骗标志 以此来到标志帮忙偷出家中卷轴 可他们没想到 标志偷出来的那份卷轴 居然会是假的 杨界在策划一盘大棋 他要在日食那天 将所有黄花毒药分发给他的信徒 如果福布家族挡了他的路 那他不介意违背对阿越的承诺 晚上杨界派了一群忍者 去阿越家抢卷轴 今晚只有阿越的奶奶和弟弟妹妹在家 因为忍者管理中心通过监听器得知了记者的存在 所以他们把记者绑去了别的地方 管理中心用记者威胁标秦 这样标秦才能狠得下心来杀人 他们要求标秦再也不和记者见面 并且辅助杨子和老标 抢夺所有黄花毒 于是标家只剩下战斗力最弱的三个人 奶奶闪了腰 最小的小鹿 也没有什么作用 最后俩人只能逃离现场 今夜 五美女也来了 他直接找到阿越的小妹 标志 单方面修理了一波 标志的身手只适合偷文物 要是战斗的话就太弱了 他在五美女手下 连五招都难以撑过 又是战斗力最后 你出现了 这也不怕 变化了 我 你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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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奶奶和小鹿逃了出去 她赶紧躲到他们身边去求庇护 但奶奶都这把年纪了 千钧一发之际 一把长剑挡在了五美女面前 阿月及时回到了家 但她不是来保护家人的 而是逼迫他们交出卷轴 阿月拿到卷轴后 就跟着五美女他们离开了家 等到表情回来时 蜂魔派的人已经全部撤走了 得知阿月最终还是站在蜂魔派那边 表情便知道 自己和她终归会有场大战 届时兄弟相斗 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这是忍者之术中最牛的一招 移行幻影 你以为她在这里 其实她无处不在 当你面对这样的敌人 你要做的不是用眼睛去看她的位置 而是用耳朵去听周围的空气波动 可惜表情不懂这个道理 她盲目地去寻找杨界 结果被杨界一刀接一刀地划伤 今天是福布派和蜂魔派忍者的终极对决 在表情和杨界战斗之前 她和她的亲大哥阿月也战了一场 阿月加入了蜂魔派 就注定和表情不同道了 兄弟俩朝着对方挥刀想象 刚开始 表情吃了心软的亏 但看到阿月越来越狠大的招式 她的心也逐渐变得冷硬了起来 表情顾念着亲情没有下死守 杨界一直在暗中观察她 看见表情战胜了阿月 她便将表情引来她的地盘 这是她修炼移形幻影的密室 这里的烟雾和布局都可以扰乱表情的视线 表情无法分清 她究竟在何处 没多久 她就被打得留下了一地的血迹 与此同时 老镖 杨子和镖子在外面夺取毒花 三人面对的是前仆后继的忍者 这一战打得极为费力艰难 好在 就在她们体力即将耗尽时 原来奶奶带着小鹿去搬了救兵 这里看似是一家书店 实则是忍者家族用来联络的机构 奶奶和她的闺蜜用表情交流 很快就让对方帮忙派出了人手 幸好这些人来得及时 才能及时救下被困的老镖三人 她们这边的危机解除了 密室内的表情也刚好被打通任督二脉 她开始采取 敌动我不动的策略 闭上眼睛 认真倾听 空气中任何不同寻常的波动 都包含着危险的气息 表情成功砍下了杨界的一条手臂 但杨界依旧不慌不忙 她觉得 自己已经达到了神的境地 砍掉一条手臂算什么 她拿起来接上不就行了 可这时她才发现 手臂根本接不上 杨界总算接受了现实 她不再选择与表情硬刚 而是采取了怀柔之术 她让表情和她一起 推翻现有的统治 只要完成日食大计 他们就可以建立新的忍者秩序 可话还没说完 杨界到死都不会想到 最后关头 阿越会背叛她 不过阿越出手杀掉她 并不代表她要与风魔派为敌 杨界一死 阿越会成为新的首领 这才是阿越选择这样做的原因 阿越再次离开 毒花也全部缴获 表情一家重新过上了以前的生活 但表情还有一点想不明白 杨界生前说的日食大计究竟是什么 不管表情愿不愿意 现在她都是福布家族的继承人 她必须撑起这个家 因为阿越已经成了他们的敌人 日食到来的这天 风魔派的吴美女 潜入了议员集会现场 她让人端去现场的酒里 就有毒花制作的毒药 可惜这些议员毫无察觉 他们将酒杯送至嘴边 两秒后又全部倒地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日食计划 风魔派真正的目的是插手议员选举 把其他无关紧要的人全部堵死 他们的自己人就能顺利当选了 风魔派一直执着于那份卷轴 是因为那份卷轴是风魔派的家谱名单 上面记录着所有后人的姓名 只有知道谁是自己人 他们才能帮助对方更上一层楼 如今当选的议员 是风魔派的傀儡 那么这国是再次将军事员 将军事员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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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事员选举